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小燕 燃了一輛計程車 想追 追趕已出發的 畢業旅行的專車 計程車司機說 我們在手法的情況下 若以時速 若以時速 70公里 每小時 追他的話 需要30分鐘 才能追上 也就是說需要 這個0.5小時 就能夠追上 若以時速 如果以時速 這個90公里 計算的話 90公里 這個追趕的話 10分鐘 就能夠追上 10分鐘就是6分之1小時 就能夠追上 假設專車的時速固定 他的速度是V的話 那折齒專車速度 為時速多少 他問這個等於多少 專車的時速多少 那是怎麼做 我們用相對運動來做 如果他的速度 如果他的速度是70 那麼他相對他的速度 就是70 減掉V 那他相對距離 假設x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個x就等於多少 x 就等於 相對速度是70 減V 乘以所需要的時間 所需要的時間是0.5小時 那同樣道理 如果他的速度是90 的話 那麼這個 他們之間的相對速度 就是他相對於他的相對速度 就是90減V 需要6分之1小時 所以x等於多少呢 等於90減V 這相對速度 他相對於他的速度 乘以多少 乘以6分之1小時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V來 我就給他1除 1除等於1 也就是說 1除的話 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是 這是1分之1 1除的話 1等於多少 等於70 減V 90 減V 乘以多少 2分之1 再乘以1除 乘以6 23得6 然後給他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的話 就90減V 乘過7 90減V 等於多少呢 3倍的 3 3 7 21 2 1 減掉 3V 那這樣我就 1過去的話 3V減V 2V 這等於210-90 210-90 210-90的話 是等於 等於那個 120 120 所以 V是等於多少呢 V就等於260 60公里 每小時 就是專車喔 他的速度是60公里 每小時 大概是60